奥运国手柔道女王莲真凌与辅仁大学经济拉队成员 一起为双北四庄运加油 这场台湾最大型的国际运动赛事 2025年5月将在北台湾六线市登场 目前已经有将近一万五千人报名 担任四庄运执委会主委的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表示 巴黎奥运刚结束 希望我国奥运国手精彩的表现 能激起更多国人对运动的热情 报名参加四庄运 与全世界一百个国家的运动好手一起挑一场 以前喜欢打雨球 后来一段时间打 因为后来名阳配拿到精彩之后 就重新把雨球还拿出来了 所以 但是刚才老名哲人是国手 不敢跟他比 我们的顾名是国手 当然要说的就是四庄运 本身的精神在这边 他所有的运动里面 唯一的是我们叫做三十岁以上人人可以参加 就是世界壮丸运动会 我们没人都可以像想象自己就是这些奥运的选手一样 可以再跟真的是国际级的场合 来跟全世界一百个国家的选手共同来挑战 叫做标准也是跟世界挑一场合 这也是亚洲首次举办四庄运 目前已经有27家赞助企业支持响应 尼华期盼未来能有更多企业加入应援的行列 共同迎接来自全世界的运动好手 也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实力 四庄运亚洲的第一次 所以对我们来说 透过运动赛事 赢到那么多国外的朋友来到台湾 其实就要让大家看到 其实我们在体育运动的全员的这样的培养 是非常非常的成功 所以希望可以透过我们 有更多的资源的益助 更多气力的帮忙 让我们能够把一个赛事 代表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的 新北市政府副秘书长龚雅文也强调 市长运不只是不分年龄的竞技比赛 更是呈现一个城市与国家特色的场域 因此希望能有更多企业加入 透过公司协力 让这场国际运动盛会更加精彩 这个赛事非常特别 除了是在竞技场上面的一个 不分年龄的一个竞技以外 更重要的 其实它会是呈现一个城市 以及呈现国家 不管在观光文化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场域 所以我们也希望借了这个机会 邀请我们所有的企业家 企业主共同一起来参与 能展现我们企业的品牌跟精神 更重要的是 让国外所有的人士看到 我们国家的一个实力 像首波参与赞助的雄狮旅游 除了提供订房平台服务外 它安排六线市比赛场馆周边的 观光旅游及交通票券架构 更征召13个门市作为旅游服务站 希望为所有来台参赛选手提供 更全面周延的服务 就是我们也希望说能够透过大家的努力 跟我们的帮忙 能够让这些选手能够深度的了解台湾 体验台湾旅游的美 财业法案局长陈俊安表示 企业参与市庄运分为顶级赞助伙伴 官方赞助伙伴等五个级别 主要以选手到台湾比赛所需的 11住行娱乐等座考量 未来还会再做滚动性检讨 欢迎各企业共襄胜举赞助市庄运 我想我们的类别考量 大概就是依照选手从来到台湾 一直到他在台湾参加赛事 在台湾食衣住行各个面向 所以当然类别的部分 我们会再做滚动式的检讨 那我们也希望各个行业别 都能够一起来共襄胜举 来参与我们的企业响应 2025双北市庄运竞赛项目 多达35项 竞技场馆更横跨双北宜兰桃原 新竹县市等六个县市 预计将吸引4万名好手来台参与 作文单位欢迎还没有参加的企业 一同加入应援行列 以实际行动支持市庄运 2025双北市场重年运动会 企业起响应 应援市庄运 加油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